威克里夫小传 作者 约瑟夫·弗斯特 前言 在《马丁·路德小传》里 书籍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 在威腾堡教堂门口 张贴了95条款 反对天主教出售赎罪券 马丁·路德的勇敢表现 掀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宗教改革 1529年 在斯拜尔举行的国会会议中 拥护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王子 及隶属他们境内的教会 向罗马教皇所委出的代表提出抗议 抗议罗马教皇对马丁·路德主张的宗教改革颁布禁令 从此更正教的英文译名就被称为抗议宗 中文亦有翻成更正教的 没有多久 更正教就分成两大阵营 一为马丁·路德为首的路德宗 一为加尔文为首的改革宗 因着加尔文开创了整个长老会 加尔文于是被视为更正教中 实际上可以与马丁·路德并肩而立的另一伟人 加尔文的剧著《基督教要义》是宗教改革运动以后 对基督教的基本真理和基督徒信仰最有系统和最有条理的一部宏伟著述 在福音之理的演绎上和解释上 认同加尔文看法的人 被称为加尔文派 有别于另一位荷兰籍圣徒亚美尼亚信仰的追随者 亚美尼亚派 在历代的属灵伟人中 有许多加尔文派的突出人物 包括怀特肥、斯布珍、爱德华兹、中马田等 至于亚美尼亚派的代表人物 则有约翰·魏斯里、查理·魏斯里等 1964年12月 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 举行了每年一度的清教徒聚会 那一年正是加尔文逝世400周年 清教徒聚会的中心题目 也就是加尔文 主持清教徒聚会的中马田声称 在五个讲员讲了加尔文的专题之后 由于加尔文的属灵遗产是如丝丰富 他还有说不完的话来述说加尔文 中马田特别赞誉加尔文 说加尔文一生致力于促进改革宗和福音派的合一 又说加尔文最感悲痛的 就是在基督教内部所出现的宗派活动和清亚现象 加尔文生前曾经说 若是需要他跨度十个海洋 来促成改革宗福音派的合一 他也在所不惜 中马田在1964年的清教徒聚会上又说 加尔文的教导是教人一接触到神就全人谦卑下来 全智全员全能的至高的神 无条件地拣选了我们 我们这些不配的蒙恩罪人 原是微不足道的 原是渺小至极的 无论我们怎样侍奉他 我们应知道 我们一切能力的来源仍是神自己 第一章 生长于黑暗的时代 大约在1324年左右 约翰·威克里夫出生于英国约克郡西莱丁 一个名为威克里夫的村落 他出生时 整个欧洲被一片黑暗所笼罩 他的诞生 改变了英国历史的路向 他的家族是庄园的领主 在地方上有权势 所以该地的地名 才和他家族的姓雷同 该家族同时亦是圣公会教区的赞助人 在那一地区 封建大地主是干特的约翰 种种迹象显示 干特的约翰与威克里夫家族 关系密切 后来干特的约翰出任约翰·威克里夫的监护人 即是一项名正 语言的善递 威克里夫出生时 英国人所通用的语言 开始有了显著的变化 富裕的上层阶层 沿用着诺曼人所用的法语 原来在威克里夫出世前250多年前 1066年 法国西北部的诺曼人 在诺曼帝公爵威廉率领下 征服了英国 英国的上层阶级 只是在和草根阶层交谈时 才采用本地的方言英语 威克里夫出生期间 英国的民族主义意识开始涌现 英国普罗大众开始展现他们的民族风格和特征 英语已经被广泛使用 那时牛津大学已经取代了巴黎大学 成为西欧的最高学府 到了1362年 即威克里夫接近40岁时 英语已经取代法语 成为法庭上法定的语言 1385年 英国的学者不再将法文书籍译为英文 而是纷纷将拉丁语的书籍 译成英文书籍 在教堂里和大学里 则仍采用拉丁文 至于地位逐步被提升的英语 则以伦敦和牛津一带通用的英语 为较多英国人所使用 中世纪的黑暗情况 威克里夫成长于罗马教势力 在英伦三岛最鼎盛的时代 那时中世纪的学校是由罗马教经营 学生在学校里向神职人员学习拉丁文后 才能升入大学 而大学也是天主教的修道士们在教导和管理 至于在乡村的农民 他们的境遇更加悲惨 由于乡村的教堂缺少祝堂的神府 凭信徒只能从到处游荡地 行起修道士和卖赎罪券的教室 听到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 特别是那些卖赎罪券的教室 随身携带着钱袋 无耻地都受着 来赎罪吧 来赎罪吧 从罗马教廷来的新鲜热辣的赎罪券呢 有些农民本来也听过一些主耶稣的教导 和圣经中的故事 但一听了那些四处寻回的修道士的湖州 听到他们说得天花乱坠 阵阵有词 实在分辨不出真假是非来 问题在于 当时英国还没有一本英语圣经 而农民的文化水准又是那么低落 就是有人取得一本拉丁文圣经 恐怕他们也读不懂 善良淳朴的农民 为了安抚罪迁 在良心的控告 为了逃避来世的天前 对罗马教廷的压榨 只能逆来顺受 不敢反抗 不敢怨叹一句 在这黑暗的年代中 神终于兴起了威克里夫 他痛恨罗马教廷的贪婪和腐败 他挺身而出 勇敢地揭发教廷的欺骗和迷信 那时英国出现了到处游荡的 行起修道士 又称托波起实修道士 在威克里夫的年代 他们分别隶属于四个墓园的教派 包括方济会教派 道明会教派 卡尔蒙教派 和奥古斯丁教派 这些寻回英国各地的 托波行起的修道士 口头上说自己是苦行者 事实上是贪婪到极点 甚至当英国有些地方上的 天主教神府 向这些行起修道士告解的时候 这些行起的修道士 对神府们因忧伤痛悔而流泪 完全无动于衷 行起的修道士 所感到兴趣的 只是向神府墓园而得的银钱 本来威克里夫会 非常尊敬方济会 因方济会是法兰西斯 于1209年所创立 在初期 方济会却是和其他初期的 墓园教派一样 倾心爱主 以坚定不移的信心 和对主的挚爱和热忱 传扬基督的福音 然而到了中世纪 他们失去了当初的纯洁的心 他们贪爱世界 他们堕落了 也就完全失去了见证 当年天主教非但控制了农村 也操纵了城市的各种活动 许多政府部门的行政长官和秘书 都由教廷所信任的教士们出任 这情况非指出现在英国 在欧洲的意大利 西班牙 法国 都如出一辙 罗马的腐败 乃是结构性的 从基层的教士 到顶峰的教皇 普遍地远离了神 英国的天主教 之所以有这么庞大的势力 开始于十三世纪初夜 英国国王约翰 违抗了教皇的命令 教皇伊诺森三世颁发禁令 终止在英国境内一切的教堂崇拜 同时又开除英王约翰出教会 并下令要废除他的王位 1213年5月15日 英王约翰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 被迫向教皇屈服 承认从此英王是罗马教皇的臣属 并搭云每年将从岁收之内 提取一千马克 捐献给罗马教廷 这件事发生在威克里夫出世前 一百多年 期间罗马教的腐败 傲慢 道行逆施 越发严重 毫无收敛 可说罗马教完全被撒旦在背后操纵 感谢主 在1235年 即威克里夫出生前90年 神兴起了罗伯特·格鲁斯特 罗伯特·格鲁斯特 当时60岁 任林肯的主教 他初期受到道明会和方济会 对那些刑起的修道士所迷惑 从外表看 这些修道士圣洁敬前 后来他深入观察 发现这些托波刑起的修道士假冒为善 是十足的伪君子 罗伯特·格鲁斯特 于是说这些修道士是骗子 罗伯特·格鲁斯特系读圣经后 发现有些教皇的行为 与使徒们大相径庭 他直称这些教皇是敌基督 在罗马教皇还来不及 处他急刑的时候 1253年 主怜悯他 接他的灵魂回到天界 罗伯特·格鲁斯特虽然逝世 但是他的著作历久不衰 在他逝世之后70年 威克里夫终于诞生 并成为罗伯特·格鲁斯特的接棒人 威克里夫敢于揭穿罗马教的重重黑幕 并责备罗马教对偶像的崇拜 几乎所有的传记作家 都没有威克里夫完整的童年历史 据约翰不母的记载 威克里夫小时甚有可能在天主教堂 或修道院接受初级教育 16岁时才进牛津大学的皇后学院攻读 不论是约翰不母 或者是历史学家米勒 都一致认为影响威克里夫最多的 是当年的牛津大学教授多玛布拉窝丁 多玛布拉窝丁既敬虔爱主 又学问高深 多玛布拉窝丁强调 我们蒙恩得救 绝对不是靠着行为 而是出乎神白白的恩典 他劝语学生们不要侧重于外表的宗教仪式 要以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多玛布拉窝丁的著作被翻成多种文字 在西欧传播甚广 他的书籍对罗马教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威里在改教运动一书中披露 在那些年代 多玛布拉窝丁的名声响彻欧洲大陆 威克里夫从多玛布拉窝丁领受了纯正的信仰 又在大学的学习期间 勤读前林肯主教罗伯特·格鲁斯特的书籍 罗伯特·格鲁斯特本是罗马教的高层神职人员 并非泛泛之辈 他是根据内部资料和第一手材料 确定某些教皇有敌基督的灵 威克里夫读了他的著作之后 认为可信性极高 威克里夫作为一个学者 重视现场证据 也就深入到英国各个阶层 包括政界、财经界、文化界、宗教界 去调查罗马教有否越轨的非法的活动 并验证罗马教有否保持教会属天的纯洁的身份 他发现罗马教真的已经腐败堕落 同乌河流 沦为一个世俗的社会团体 另一方面 在威克里夫所处的年代 教皇的权势 在与各国的王室进行权力角逐后 正逐步衰微 嚣张气焰稍微收敛 在威克里夫出生前15年 即1309年 教皇格力缅武士 把教廷从意大利的罗马搬到法国的亚威农 教廷留在亚威农 直到1376年 以及威克里夫52岁那年 从1309年至1376年 在罗马教的历史上 这段时期被称为教皇的巴比伦贝鲁时期 之所以称为贝鲁 是因为这时期 教皇受到法国国王的侠管 而在法国期间的七个教皇 一律都是法国人 威克里夫再生之日 目睹罗马教在欧洲大陆的势力逐步示威 虽然罗马教在英国仍然耀武扬威 但是英国和法国是世仇 英国的罗马教徒 对位于法国亚威农的教廷 所推选出来的法国人教皇并不服气 何况在亚威农的教皇照样奢弥腐化 贪婪无度 他们拍卖主教职位 售卖赎罪券 向各国政府和其境内的平信徒抽取重税 以致许多英国人也认同罗伯特格鲁斯特的说法 称教皇为敌基督 各国在罗马教的掌管下 大大的得罪了神 也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天谴 这场天灾爆发于1348年 当年威克里夫是为24岁 那年8月1日 黑死病在英国的道彻斯特爆发 开始时 每天因瘟疫丧生的有20人 然后逐日增加 40人 50人 每天有越来越多的死尸 被埋在深坑里 到了同年11月1日 黑死病蔓延到伦敦 那里成群结队的跳蚤和老鼠 助长了病疫的扩散 伦敦一下子倒闭了10万人 许多地区 死区的人数超过了死里逃生的人 各处不够人手料理后事 发臭的尸体 更助长疫病的传播 这场黑死病的灾难 蹂躏了整个欧洲 失衡遍地 其死亡人数和恐怖情况 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不遑相让 威克里夫看到这场黑死病的灾祸之后 惊骇万分 他的故乡约克郡的西莱丁 有三分之二的人倒闭 从前 是大学教授多玛布拉窝丁 催促他要好好读圣经 如今是一场可怖的瘟疫 催促他要认真地读圣经 威克里夫读了圣经之后 深信这是来自神的严厉的审判 他认为 罗马教以神的名义 放任修道士贪婪 淫荡 欺诈 连累了全人类 从1349至1353年 在那漫长的五年间 虽然英国受到了神严厉的惩罚 幸存的人却没有认罪悔改 许多人没有接受主耶稣的救赎 威克里夫在黑死病肆虐的时候 祈求神 以神为他的避难所 他看到 神的审判和惩罚 是对人类的警戒 是要人按照神的话语去行 而基督就是神的话语 威克里夫的醒悟和蒙恩 引起了他父母的不满 他这样叙述 假若一个孩子谦卑下来 愿意在灵里贫穷 躲避一切骄傲 和恋慕世界的罪 一心一意地讨神的喜悦 这个孩子的父母反而会咒骂他 因为他会向其他人 见证他的转变 好带领其他人归向神 这个孩子这样做 无形中就得罪了家族里 许多有身份有体面的长辈 因为这些道貌黯然的长辈 自认是宗教界的正人君子 他们认为一个小孩子 攻击教会的烂权和弊端 完全是无稽的造谣重伤 从搜集到的各种资料显示 威克里夫从年轻时开始 就学习单独的为主站住 他单单讨主的喜悦 而不看人的脸色 第二章 对教廷的反感加深 上文说过 在奥古斯丁之前 已经有许多头脑清楚的明智之事 如牛津大学教授多玛布拉窝丁 和早年的林肯主教 罗伯特·格鲁斯特等 他们看出天主教神府们的生活作风 腐败堕落 失去见证 但是他们只是专注于 修道士的道德行为方面 并没有指出 罗马教的诸多教义 违背了圣经 根本是异端 他们也没有察觉到 天主教的制度 本身才是罪恶的温床 当时罗马教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因为当时英国除了罗马教 没有别的宗派 也没有别的机构敢自称为教会 因此当时威克里夫对教会本身 即罗马教的攻击 实在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 威克里夫最令人尊敬的一点 就是当许多英国王室的支持者 想利用他来削弱教皇的影响力 但是威克里夫 却不欲成为别人的政治工具 他所关心的是传播神的真道 并仰望神 让他为了他的名的缘故 把他的话语输送到他的子民中去 好让他的话语受到人的尊重 1360年 威克里夫发表强而有力的文章 即反对那些托波启石的修道士 他认为这些人的贪婪表现 完全影响了福音的广传 罗马教的启石修道士 本来已经不得民心 如今出现了一个铁面无私 毫不妥协的威克里夫 他们束手无策 一点办法都没有 1361年 威克里夫或牛津大学巴利奥学院 颁发硕士学位 他的言论也就更加有分量 1365年 罗马教皇乌尔班武士 企图强制英国新军爱德华三世和英国议会 履行150年前 1213年 双方所达成的协议 即英国每年要从税收中 向罗马教廷 进贡1000马克 近年来 英国并不按照协议 一期付款 教皇乌尔班武士 不斥挑选了不适当的时间 向英国追战 在不久之前 英国在新一轮的英法战争中 击败了法国 并在克雷西战役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而此时 教皇乌尔班武士 避孕于法国 是法王的附庸和傀儡 英王爱德华三世 如今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宝剑 来保护皇冠 而不必再借助罗马教皇的保护伞 最令英王爱德华三世 愤怒的 是他有充分的证据显示 英国过往捐献给教廷的款项 有一部分从法国亚威农的教廷 其实教廷不在罗马 而在亚威农 转移到法国国防部门 作为军费 而法国军队正在战场上 与英军进行一场浴血战争 这一年 1365年 威克里夫出任新坎特布里教堂的教堂委员 1366年 英王爱德华三世召集国会开会 把教皇逼债的信向议员公开 此时 英国爱国主义意识高涨 纷纷谴责教皇干预政治 议员们认为 教皇只是一个宗教领袖 从事的英式牧养信徒的工作 教皇的首要职责 是传扬神的福音 而不是以暴君的姿态 驾驶各国的君主 有的议员发言说 教皇签称自己是神的仆人们的仆人 有否在精神生活方面辅导我们 有否在我们经济环境艰苦中连续我们 或者教皇只懂贪得无厌 因为榨取我们的资金 或者教皇桑尽天良 竟拿我们的钱去资助我们的宿敌 在国会开会期间 威克里夫出席了会议 究竟他那时是以什么身份出席 议员或是观察家 历史已经无从机考 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威克里夫当时对议员们 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因为许多议员在发言时 所参考的和所引证的是 威克里夫的论点 在国会的这场辩论掀起了轩然大波 英国举国关注 事态如何发展 姿势体大 究竟是教皇统治英国呢 或者是英王统治英国 英国于是面临着重大的抉择 1367年 英国的罗马教决定对始作俑者 威克里夫进行惩处 耻夺了他在新坎特布里教堂 教堂委员的职位 威克里夫虽直接向教皇申诉 忠告无效 在教廷的眼目中 威克里夫是在兴风作浪 损害了教廷在英国的利益 威克里夫虽然失去了在教堂服侍的职位 却赢得了英国国民的爱戴 英国人看到他是为了争取英国的合法利益和尊严 才丧失了个人的地位和尊严 罗马教对威克里夫的打击 并未使他沮丧和颓废 他反而发奋图强 暴读牛津大学的神学学位 1369年 他获得神学学位 1371年 他被牛津大学评定为当代神学方面的顶尖人物 1372年 他诱惑牛津大学颁发神学博士学位 国会的辩论只是权力的角逐的开始 紧接着的是 在1373年 英王爱德华三世拆遣代表团到法国的亚威农 去向其实的教皇贵格历十一世展开谈判 然而该次谈判徒劳无功 毫无成果 英国政府其后进行一项调查 发现在英国教堂占据要职的神职人员 居多是意大利人和法国人 这些来自欧洲大陆的神职人员 非但不识英语 连拉丁语也所知有限 至于在英国本土出生的神职人员 只能在教堂任父职或基层职位 不公平的是 英国的税收分配仍于往常一样 必须从中抽取巨款 向亚威农的教廷进攻 英王于是做出新的尝试 于1374年派遣更能干的谈判高手 前往欧洲 与教廷展开新一轮的谈判 这一次 教皇委出多位教廷大使 前往荷兰的布鲁格斯 与英国委出的代表团展开谈判 威克里夫已被英王委为谈判代表 同年 威克里夫在英王爱德华三世的服务下 容任路特茅斯的教区长 在谈判时 罗马教廷用卑鄙的手段 收买了英国代表团团长 宾格主教 将他着升至更高一级的职位 即是西尔福特的主教 持续两年的谈判 对威克里夫来说 是枉费时间 另一方面 他倒是学习到一个宝贵的功课 即罗马教廷与外邦人并无两样 玩弄的是政治的权术和狡黠的伎俩 由于谈判是在荷兰展开 威克里夫没有会晤到 教皇贵格利十一世本人 但是他从教皇委出的几位教廷大使的品行 可以察觉到教皇的心态和品德 当威克里夫返回英国讲学的时候 他斥责教皇是敌基督 是不折不扣的 狂傲的 世俗的罗马教神父 是受咒诅的吸血虫 也是爱财如命的掌柜 受到了威克里夫的影响 英国国会对教皇拟出了一份起诉书 内文数集 教皇既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神的仆人 他的职责应是牧养群羊 而不是剥夺和榨取群羊 这时候 威克里夫被公众认为是英国的民族英雄 他的爱国表现也就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他的事迹于是被记入英国的史册 可是教皇并不善罢甘休 很快地就进行反扑 而威克里夫随后也因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第三章 受到了敌人四面的围攻 威克里夫在英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他也确实比许多当代的人 更认清教皇的真面目 他是牛津大学首席的神学权威 在国会甚受拥戴 同时他也是路特茅斯教区的主任牧师 然而必须指出 他到事实为止 在名义上还是罗马教的神父 他虽然不承认 教皇是神圣的大公组织 教会的元首 他却没有进行改教 他未能脱离罗马教 全因当时时机仍未成熟 英国的国教 圣公会 以及长老会 寻道会 尽信会等 是日后才陆续涌现的 威克里夫对行起修道士不留情面的指责 引起了修道士的愤怒 整个英国教会 当年英国只有罗马教会 也把矛头指向他 他虽然为了英国的利益 对抗罗马教 但是当年名义上和实质上教会只有一个 当大主教用教会的名义针对他的时候 他的处境的困难是可以想象的 约翰·福克斯在《训道者血迹史》一书中 对威克里夫当年的处境 做了详话的叙述 威克里夫的披露真相 引起了轩然大波 首先是神职人员和行起的修道士们 为了自己的度负 和前代的利益 开始暴怒 疯狂 他们如空群而出的黄蜂 是便威克里夫身上各处 换句话说 这些罗马教的神职人员 是为他们本身的祭坛 度负而征战 在这些基层的神职人员背后的 是神府们 主教们 和当年他们的顶头上司大主教 西门·索德伯利 西门·索德伯利 亲手抓威克里夫的事宜 大主教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 剥夺了威克里夫 在牛津大学的教职 罗马教无法容忍的 是威克里夫有关权柄的说法 他指出 每个人 可以和神发生直接的关系 每个人 也都向神承担了应付的责任 威克里夫指出 所有的权柄都出于神 都可以追溯到神 所有在位掌权的人 既然从神那里接受了权柄 当他们运用权力时 都要向神负责 威克里夫这种说法 直接否定了 教皇具有绝对的宗教权威 也否定了神职人员的居间地位 威克里夫还认为 当教皇等高层宗教人士 滥用权力时 他们实际上已丧失了他们的权威地位 1377年5月22日 教皇所颁布的三道训令送达英国 则呈在英国的罗马教当局 不得纵容威克里夫 继续散播危险的异端邪说 要求在英国的罗马教 采取紧急措施 来杜绝威克里夫 发表煽动人心的言论 第一道训令 送达大主教西门·索德伯利 和伦敦的主教威廉·库特涅 第二道训令 送达英国国王 第三道训令 送达牛津大学 教皇建议 立刻把威克里夫囚禁起来 并采取一切断然的手段 制止带有毒素的 威克里夫的异端的蔓延 事实上 在教皇的三道命令 为送达英国本土之前三个月 即1377年2月19日 伦敦的主教威廉·库特涅 为了博取教皇的欢心 已经在圣保罗教堂 传讯了威克里夫 陪伴威克里夫出席灵训的 是大力支持他的两名英国贵族 兰开斯特的公爵 及干特的约翰 和亨利·波西勋爵 威克里夫 在上述两位显要人物的陪伴下 前往接受主教们的审讯 一路上 他的两位朋友不住地勉励他 劝于他不必在主教们面前 胆怯和畏惧 他们说 教廷的主教们 与威克里夫相比 倒像是没有学问的人 他们更提醒他 不必害怕那些密集的人群 因为群众不会加害于他 反而会支持他和保护他 伦敦主教威廉·库特涅 看到两位贵族光临时 引起了整个会场极大的骚动 就对亨利·波西勋爵说 假若他知道 亨利·波西勋爵等人 在教会事宜上介入甚深 并具有相当的煽动性 他会事先做好准备 制止两位政要进入会场 干特的约翰立刻插入说 尽管你不高兴 威克里夫仍不乏支持他的人 干特的约翰对主教威廉·库特涅的言行 笔试到了极点 审讯开始时 威克里夫伊利站在大主教和主教们面前 静候主教们将罪名加在他身上 波西勋爵邀请威克里夫坐在软席上 说主教们有一连串的问题 要他一一作答 伦敦主教威廉·库特涅听了 怒火中烧 坚持不许威克里夫坐下 伦敦主教援引英国的惯例 任何人受到主教的质询和审讯时 都必须站着作答 不准坐下 这样双方就开始唇枪舌剑 你一句 我一句 会场内的群众也随着骚动起来 干特的约翰 贵为兰开斯特公爵 原来是英国帝王之后 是当时英王爱德华三世的儿子 此时爱德华三世年老体衰 实际上摄政的就是干特的约翰 干特的约翰眼见伦敦主教寸步不让 坚持不让威克里夫坐下 完全不给他和波西勋爵面子 就以急躁的言语对待伦敦主教 干特的约翰对狂傲的 出言不逊的伦敦主教说 我不止要打掉你的骄傲 也要打掉罗马教皇在英国所有的宗教特权和架构 干特的约翰又说 你可凭着你的父母夸口 但是他们并不能帮助你 他们充其量只能帮助自己 因为你的父母只不过是德文郡的男女伯爵而已 因为干特的约翰的父亲是英国当前的皇帝 而伦敦主教的父母固然有贵族身份 但与皇帝的尊贵相比 差了一大截 对此伦敦主教反驳说 他的权力不是从父母来的 他的权力来源唯独是神 结果这次审讯无法进行下去 审讯就在争吵和喧壤中被取消 几个月之后1377年6月1日 英王爱德华三世驾崩 由于他那甚至声望的太子 黑太子Black Prince比他早到了坟墓 王位就由他的十一岁大的孙子继位 视为理查二世 理查二世由于年幼 继位后头几年 设政的是他的叔父干特的约翰 而干特的约翰 正是威克里夫的赞助人和保护者 正如前文所述 当威克里夫被审讯时 他亲自出面为威克里夫党灾 除此之外 母后理查二世的寡母 也同情威克里夫 她毫不隐瞒她支持 威克里夫对抗罗马教廷的立场 理查二世在位初期 新一任的大部分国会议员 仍继续反对向教皇进攻 他们请教威克里夫 英国是否要从岁数中抽取一部分 捐献给教皇 国会议员又说 当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 为了自卫 为了应付国防的需要 无法把财富转移到海外 此时教会发出不友善的批评 是否适当 国会议员指出 英国正和法国开战 教皇身为法国人 教廷位于法国 种种迹象显示 以往捐输给法国亚威农教廷的钱 辗转流入法国军队之首 实在损害了英国的国家利益和尊严 国会议员又要求 身为神的仆人的威克里夫 做出保证 一旦国会议员挺身而出 与教皇针锋相对 他们并不是在得罪神 并不是在违抗神的权柄 他们并没有陷于大逆不道的罪中 威克里夫对国会议员的答复 是简洁和浅明的 他所根据的 全是神的话语 圣经 他说 保存在英国国库里的黄金 属于英国的财富 必须留在英国 以应付不实之需和国防之用 威克里夫不承认 教皇是神在地上的最高代表 也不承认 教皇是全球基督教的最高统帅 威克里夫问一个问题 谁给教皇至高无上的权柄 威克里夫又说 教皇本人必须在君王和使徒之间做出一个选择 教皇若要做一个君王 他就不能以使徒的身份 向我们这些平信徒乞讨金钱 他若认为自己的身份是使徒 他就不能以高压的手段 向英国的百姓榨取金钱 英国只能向教皇捐献 不能向教皇进贡 而除非教会有急需 否则不能强制别人向他捐献 问题是 教皇此时是否真的经济拮据 到了窘迫不堪的地步呢 在威克里夫的说服下 英国国会议员 终于没有向教皇的压力屈服 威克里夫从而成为 英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 正当国会议员纷纷表态 接受威克里夫的福音亮光时 教皇贵格历史一是把他的训令 直接送到牛津大学 教皇傲慢地 又专横地谴责牛津大学当局 长期地放任威克里夫的教训繁殖 说学校当局从不使用天主教的镰刀 去将这些根苗挖掘出来 牛津大学召集各院校的负责人 对教皇的训令进行磋商 他们犹疑不决 进退失据 使光荣地接受训令呢 亦是拒绝训令 令教皇下不了台阶 底下是这道强词夺理的 训令的部分内容 根据许多可信任的人的通知 有一个威克里夫 他是路特茅斯的教区长 兼神学教授 这个人可恶之极 他放肆地公开叫嚷 或者说他把杜夫中的会晤吐出来 想借着某些错误的和虚假的异端 来推翻整个教会架构 他并企图左右属世政权的路向 威克里夫的谬论 已经在英国各地流行 以英国的尊荣和富饶 信众应该保持信仰上的纯正 并在圣经方面有透亮的 正确地认识 更应该在态度上表现得庄重 成熟 显明对教宗的忠心 勇敢地维护天主教的信念 可悲的是 威克里夫已经败坏了一些基督的羊群 把他们从坚信之道 引入沉沦的深坑 因此 我们不能再容忍 这个致命的害群之重置 特此根据我们的权限 则令你等逮捕此人 威克里夫 并把他押送到 我们可尊敬的坎特布雷大主教 或伦敦的主教处 严加看管 坎特布雷大主教 和其他罗马教的主教们 接到教皇训令后 气焰嚣张 就抓紧这件事 把他们凶恶的及残忍的天性 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们夸口说 他们不惜任何代价 也要把威克里夫绳之于法 不管这些主教们 如何厚颜无耻地夸口 信口开河 要严惩威克里夫 甚至不惜采用各种卑鄙的 不可告人的伎俩 主耶稣若不许可 这些主教们的诡计图谋 就不能得逞 1378年4月 英国罗马教 在兰博茨 设立教区最高法庭 传召威克里夫出庭受审 威克里夫除了被指控教皇所罗列的罪名之外 又被加控了一些新的莫须有的罪名 罗马教简直把威克里夫当作小偷看待 威克里夫此时受到众多英国信徒的拥戴 公审之日 前往听审者人头永永 把兰博茨王宫围得水泄不通 毫无疑问的 威克里夫福德众望 他仍是英国人民眼中的民族英雄 当威克里夫到达法庭后 主教们反而进退失据 因为听审的大多群众 都是威克里夫的支持者 都对主教们充满了敌意 会场稍易失控 后果不堪设想 正当主教们皱起眉头 考虑如何展开审讯之时 垂帘听政的母后的特使 一个平民出身的大臣 理查克里夫特爵士 带来了母后的最高指令 勒令主教们不得将威克里夫判刑 主教们先前还夸下海口 说任何人都不怕 因为要将威克里夫逼到绝路 如今面对大权在握的母后的训事 都惊慌失措 害怕地说不出话来 威克里夫却表现得十分镇定 他从容地阐明自己的论点 使在场的群众信服 就这样 神奇妙地作为又一次拯救 威克里夫脱离主教们的毒手 罗马教虽然千方百计地 要使威克里夫脸生 想严禁他发言 但是教廷的尝试却屡屡失败 不断受到了挫折 此时发生了两件事 对威克里夫影响颇大 充分地看到神介入这件事 看到他全能的手 保护了威克里夫 并使他的事工 可以无阻地开展 第一件事是 上文已经说过 就是体弱多病的英王 爱德华三世世事后 在朝廷摄政的干特地约翰 是威克里夫的监护人和支持者 另一件事是 罗马教廷出现了权力斗争 原来发动一切 来迫害威克里夫的法国人教皇 贵格利十一世 受到欧洲大陆各国人士的抨击 欧洲人认为 把教廷设在法国的亚威农 让法国人连续出任教皇 把教廷和法国的国家利益混在一起 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当欧洲各国涌现了民族主义浪潮的时候 贵格利十一世看到大势所趋 于1377年甘愿回罗马去等死 来结束罗马教这段不光荣的历史 1378年 贵格利十一世在罗马世事后 罗马教于该年竟然先后选出了两个教皇 一个是教廷设于意大利罗马的乌尔班六世 一个是教廷设于法国亚威农的格利免七世 罗马教产生了两个教皇之后 亚威农和罗马两教廷各自为政 各自宣称自己所颁布的指令才是合法 两个教皇互相公结 把对方说得一无是处 完全抹黑了对方 如此一来 在英国的主教们 专为审讯威克里夫所成立的特别宗教法庭 只好解散 当时在英国的罗马教徒处境尴尬 左右为难 不知道应该效忠哪一个教皇 不知道应该听取哪一个教廷的指令 威克里夫目睹亚威农教廷的穷奢吉尺 和腐败堕落 又看到罗马与亚威农各执一词 互相揭窗疤 互相咒诅对方 而双方都宣称 自己才是神在地上的最高代表 并把对方急出教会 威克里夫对此闹剧 实在忍无可忍 他指责两个教皇 法善族称 都是一丘之和 都该被教会割除 必须补充一下 罗马教产生两个教皇的起因 1378年 当法国裔的教皇 贵格历十一世于罗马世事后 红衣主教们集合在一起 选出新教皇时 群众在场外扬言 除非新教皇是意大利人 否则没有一个红衣主教 可以活着命离开罗马 结果红衣主教们 选出了意大利人 乌尔班六世为教皇 法国等地的红衣主教们 逃离罗马后 在法国爆出内幕 声称自己是在威胁下 才选出意大利人为教皇 他们于是声称 这次选举的教皇无效 重新选出另一个法国人为教皇 是位格历免七世 乌尔班六世认为 第二次的选举是不合法的 格历免七世倒过来 咒骂乌尔班六世为骗子 由于双方都把对方集出教会 也就毫无转还余地 在教会历史上 这段互相诋毁对方 互相攻击对方的时期 持续了三十九年 直至1417年的 康士坦斯宗教会议 这场教宗的分裂 才宣告结束 教宗大分裂 为威克里夫赢得了喘息的机会 也使威克里夫的眼光 更加明亮 他窥透整个罗马教的制度 是敌基督的 而教皇更是大罪人 正如铁撒罗尼加后书 二章三至四节所说的 人不拒用什么法子 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 因为那日子以前 必有离道返教的事 并有那大罪人 就是沉沦之子 先露出来 他是敌党主 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称为神的 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 自称是神 威克里夫认为 教皇透过自己的御令 教会的教规 法令 以及出乎自己观点的阐释 损害了圣经的真意 贬低了圣经的地位 教皇以人的话语 代替了神的话语 充分暴露了 教皇是敌基督的真面目 威克里夫宣称 只有圣经 神的话语 才是信仰的唯一根据 而教宗的话语 绝不能作为信仰的规范 第四章 他不讨人的喜悦 1381年 英国出现了一次农民革命 但是这场革命运动 为期甚短 其因是农民普遍反对政府收取人头税 特别是老百姓经过黑死病的浩劫后 民不聊生 不堪重税 1381年6月 农民涌到京城伦敦 杀害了一些商人 并把干特帝约翰的官邸 移为平地 农民更不满意那些养尊处优的 富裕的 世俗的罗马教领导层 罗马教在这次平民抗争中 煽风点火 竟认同政府抽取人头税 毫无连续穷人之心 被激怒的农民 在夺取了伦敦塔之后 把坎特布雷大主教西门索德 拍力送上断头台 坎特布雷大主教的空缺 就由原是伦敦主教的威廉库特涅布上 威廉库特涅是威克里夫的死对头 曾在审讯威克里夫仪式上 不遗余力 出任大主教之后 乌说威克里夫煽动这场农民骚动 指控威克里夫是农民运动的背后策划者 新任的这个大主教 虽然对威克里夫造谣重伤 却提供不出任何证据 显示威克里夫与这次农民运动有关 至于说威克里夫同情贫困之农民 何罪之有 威克里夫同情所有贫穷的 被欺压的和被损害的 是因为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时所树立的榜牙 眼看着英国各地追随威克里夫的人数直线上升 大主教威廉·库特涅发出指示 要牛津大学校长威廉、伯顿召集八间修道院的博士 和另外四位知名人士举行会议 开会时 校长当众在一份文书上盖上牛津大学的印章 发出一项郑重的通告 不许可任何人与威克里夫的同党或同路人发生关系 若有违抗者 将处以重刑 至于对威克里夫本人 牛津大学威胁说 要把他隔除出教会 并送进监牢 通告并对所有执迷不误者做出警告 献他们在三天之内 依教规悔改规正 否则 要受到严正的惩处 威克里夫获熙牛津大学校长 发出此威吓性的通告之后 就绕过教皇和罗马教的建制 企图直接向英国国王申辩 但是素来支持他的兰开斯特公爵 甘特的约翰 立即阻止他 说他应该尊重大公教会的裁判权 受到了这场诉讼的缠绕和困扰 威克里夫有如卷入波涛之中 他再次被逼要为他的信仰 做出辩白和陈述 传记作家大卫方顿这样评述 威克里夫在英国政治圈子里的关系逐步淡化 他知道为重生的人是不可以与之推心致富的 可喜的是 他的属灵影响力扩展得很快 甚至深入到英国的穷乡僻壤 在他的影响力达到巅峰之际 他仍然相信那位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的神 他知道大众善变 很容易动摇 随时会改变立场 是靠不住的 就以这次被牛津大学校长传讯为例 虽然干特的约翰要他向罗马教会屈服 要他坚默无言 但他坚持自己的信念 未受到权贵的意见的左右 他毫不畏惧地勇往直前 虽然曾几何时 他得到国中最有权势的人的鼎力支持 但他一直倚靠的 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即使到了末了 他政界中的朋友一一疏远他 他仍然屹立不动 没有动摇 圣灵的大能扶持着他 使他能够克服种种的困难 许多政教运动者 受到打击时 往往会犹豫不决 会摇摆不定 会灰心消极 但是威克里夫绝不是这样 结果在他余下的短短五年中 他在属灵方面所得着的果效 是他前所未有的 他的成就突破了时空的局限 在历史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 不可否认的是 由于岁数增加 威克里夫的体力逐渐虚弱 身体的功能明显退化 何况他不断地受到攻击和逼害 他终于因体力不支 中风而垮下来 他的仇敌 包括脱波行起的修道士 都幸灾乐祸 这些敌对威克里夫的人 都存有一种侥幸心理 希望威克里夫在适时之前 愿意收回并撤销他以往宣扬的信仰 四个墓园的教派 方济会 道明会 卡尔蒙派 奥古斯丁教派 都派出代表到威克里夫的床榻 他们开始时 仍假惺惺地希望他早日康复 但迅疾改变话题 说 你已经到达了死亡的边缘 你要悔改你的罪行 在我们面前撤回你先前的谬论 你事实上 对我们四个墓园会 已造成了无可弥补的伤害 威克里夫虽然重病缠身 头脑却很清醒 他表现得很镇定 他先让罗马教委出的四个代表 说完他们要说的 遂及吩咐仆从 把他从枕头上再扶高一点 然后用眼睛定住罗马教的代表们 严肃地说 我金唐生病 不会死去 我要活过来 宣布所有刑起教派的罪行 他随着背诵诗篇118篇17节 我必不至死 仍要存活 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 罗马教的代表们 意料不到垂死的威克里夫 竟会有这样的反应 都惊慌失措 不知如何应对 足之奔出房间 威克里夫这次的预言 真的得着应验 他奇迹般地康复过来 下文将说到 他在余下的几年 如何传播圣经的教训 如何翻译英语圣经 又如何拆派出大批的传道人 威克里夫最引起 罗马教庭不满的 是他于1381年春天 公开发表言论 反对罗马教圣参的变质论 罗马教认为 在做弥撒时 在坛上的饼和酒 经过神府们的助导 饼和酒就变质为 基督的身体和血 威克里夫无法接受这说法 他认为 饼和酒是象征性的 而不是实质的 他认为 神府一经注谢 饼并没有变质为基督的肉 酒也没有变质为基督的血 所谓变质论 并没有圣经的话做根据 威克里夫强调 饼代表基督的身体 酒代表基督的血 基督所注重的 乃是属灵的实际 威克里夫的说法 击中了罗马教的要害 动摇了罗马教的基本教义 罗马教对威克里夫进行反击 是可以意料的 牛津大学 逊集召集校务会议 会后做出决定 严禁任何人在大学里攻击变质论 也严禁任何人 聆听这类异端邪说 大学当局做出决定时 没有通知 威克里夫 把威克里夫 蒙在鼓里 直到有一天 威克里夫在课室里 对学生们 讲及领受圣参的 属灵含义时 突然有一个法庭文员出现 宣读判词 严禁他讲课时否定变质论 说他若违抗 将会受到处罚 包括监禁 停职 和被逐出教会 根据这判词 威克里夫被逐出牛津大学 对于这次罗马教 突如其来的宗教迫害 威克里夫这样抱怨 你们在制裁我之前 首先要指出我究竟犯和错误 牛津大学管理层的回应 只是重复一次法庭的判决 威克里夫不甘示弱 采取了一项明智的决定 就是他向英国皇帝和议会申诉 他体会到在这关键时刻 维护本国议会的权威的重要性 令威克里夫失望的是 尽管在英国议会中 支持他的人 仍远远超过罗马教圈子里的人 但与四年前比较 此番在议会中支持的人数 大为减少 他的监护人 甘特的约翰 对他近日抨击 辩制论 大为震惊 甘特的约翰十足是一个政客 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曾一度把威克里夫视为同盟军 如今 威克里夫为了神的真理而征战时 甘特的约翰则为了政治前途 不想过度地触怒罗马教廷 甘特的约翰开始觉得 威克里夫是一项政治负累 甘特的约翰为了制止 威克里夫在辩制论上继续发言 亲自赶到牛津大学 去警戒威克里夫 威克里夫表示 在真理上绝不容妥协 结果甘特的约翰知难而退 为了坚持真理的缘故 威克里夫至终失去了甘特的约翰 和一部分议员的支持 但他知道人是靠不住的 他完完全全地信靠主 他绝不往后退缩 几年前 威克里夫是政界人士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具有政治上的影响力 如今神把他从世俗的虚荣中拯救出来 让他在属灵方面发挥更多的功用 话说回来 威克里夫向国王和议会申诉 倒是为他争取到一点喘息的时间 因为议会当时正休会 要过一段日子才赴会 他心里觉得 此时退回自己的教区路特茅斯 不失智慧之举 因为这样一来 牛津大学当局不能追踪到他的教区 牛津大学固然摆脱了 但有一样是威克里夫 无从摆脱的 就是罗马教的神职人员 他们不肯饶恕威克里夫 他们切而不舍地接踵而至 追踪到路特茅斯 以便制服他们的眼中钉 威克里夫 他们正策划另一次阴谋构当 1382年5月17日 在伦敦举行的黑衣墓园修道士宗教会议上 大主教、主教们、神学博士们、律师们 挤挤一堂 商讨如何处置威克里夫的书籍 他们在午餐后 回到会场 当时正是下午20左右 全英国突然发生了一次奇怪的 和令人恐怖的大地震 一些主教被这个奇特的天灾吓坏了 有的不敢服逆天意 认为最好是放弃原定的 要处罚威克里夫的图谋 但是大主教西门·索德伯利 是整建式的主谋 其人鲁莽奸诈 认为这次地震纯属巧合 并无特殊意义 就按原定计划继续进行会议 在会议上 他们像当年玩应的法老一样 硬是在威克里夫的文章里挑剔毛病 完全不是根据圣经的教训 所说的纯粹是出乎人的偏见 他们把威克里夫一些揭穿 罗马教的谬误和迷信的文章 一律说成一端 威克里夫就是这样 无辜地受到罗马教的陷害 并被罗马教罗知了 他散布异端邪说的罪名 威克里夫追述 这次伦敦大地震是神的审判 至于这次宗教会议 他称之为地震会议 罗马教把这次宗教会议的结论 派发给主教们 同时当场通过决议 沿进英国罗马教各教区 宣扬威克里夫的奖章 坎特布雷大主教西门索德伯利 更签发一道训令 直接下达伦敦的主教 内容如下 某些沉沦之子 在神圣的帷幕的掩盖下 愚蠢至极地认为 自己具有讲道的权柄 到处传讲教会所谴责的异端邪说 影响所及 许多良好的基督徒离开了天主教 因此我们劝欲并警告 今后不许可任何人 孤不论他具有什么显赫的地位 再次袒护或传讲上述的异端和谬论 也不许可任何人在私下 或者在公开场合 赞同他或亲近他 要立刻躲避他 像躲避毒蛇一样 在牛津大学方面 初期有些人设于罗马教的权势 为了不想引火上身 开始与威克里夫疏远 威克里夫虽然越来越孤单 但他仍对主忠心 同时他也不乏忠心的同工 不久 牛津大学管理层出现了人事上的变动 新任校长罗伯特瑞奇 大力支持威克里夫 同意威克里夫的观点 他竭尽所能地多次庇护威克里夫 一有机会就冒着极大的风险 邀请威克里夫的同工们来传扬福音 此外 还有两位学奸 约翰亨特曼和迪士华尔德 也认同威克里夫对罗马教的谴责 1382年 适逢耶稣升天节和圣礼节 根据以往的惯例 牛津大学校长和校舰们 要聘请讲员到圣弗莱德斯威修道院讲道 他们那年竟然大胆地违抗宗教会议的判决 和大主教的训令 邀请威克里夫的同工 菲利瑞比顿和尼古拉斯赫福特前往讲道 菲利瑞比顿和尼古拉斯赫福特在讲道中 讲出了长期隐藏在心里的话 公开为威克里夫辩护 他们的讲道 也就触怒了几个墓园修道会的死硬派 那中反映最激烈的是 卡尔蒙教派的中间分子 彼得史多克斯 约翰·福克斯在《殉道者血迹史》一书中 对彼得史多克斯做了恰如其分的叙述 卡尔蒙教派的彼得史多克斯最为恶毒 他是一个擅长于陷害人 专门扰乱 搬弄是非 结党纷争的人 而这些癖好似乎就是他生存的目的 彼得史多克斯固然做了许多破坏的工作 不过牛津大学的新任校长 洞西·彼得史多克斯的恶毒用心 不容让他破坏大学宁静的学习气氛 卡尔蒙教派和其他托波 行起修道会的破坏工作 也就受到了重大的挫折 1383年11月 威克里夫终于有机会向议会提出申诉 他要求议会纠正罗马教的一些错误做法 他又要求人们要遵循圣经的教训 和要效法使徒们留下的榜样 威克里夫更要人们根据圣经 认真思考 要人们思量 天主教的道行逆施 应否长期予以容忍 威克里夫强调 如果放任天主教将一些畸形的 怪异的 异化的信仰灌输给信徒 天主教将会不受异制地 为所欲为的散播更多歪曲圣经的异端邪说 威克里夫公开攻击罗马教的教训和行径 确实令不少人惊骇不已 甚多以往的朋友 因胆怯怕事 一一地离开了他 但威克里夫靠主刚强站住 出乎敌对势力意料之外的是 英国议会竟然推翻先前污害威克里夫的判决 宣判威克里夫得职 威克里夫在议会的上诉的职之后 英国罗马教新任的主教 威廉·库特涅愤恨不平 决定进行反扑 就在英国牛津大学 召开了修道式宗教会议 此次会议的焦点 集中在变质论 他们要威克里夫再次表态 看他是否仍承认 变质论是教会的基本信仰 威克里夫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 他不会向强权屈服 在真理上他绝不会妥协 他既然在圣经上找到了真理 他就要忠实于所看到的真理 威克里夫坚定不移地站稳立场 郑重地重复先前的结论 在守圣餐时 基督的肉身、血和肉并没有出现 出现的是属灵的象征和预表 圣餐所要体现的只能是属灵的实际 威克里夫还说 那些说可以把圣餐的饼和酒 变质为基督的肉和血的人 才是不折不扣的异端者 他举例说 在巴尔的神府们 竟然把主持弥撒的特权拿来拍卖 拿神圣不可侵犯的圣餐 来换取几个臭铜钱 这是何等的亵渎 威克里夫结束说 你们究竟在向谁争论 是像我这濒临墓穴的老人呢 不 你们是向真理争论 真理远比你们强大 至终要征服你们 说完 威克里夫抽身就走 留下他的仇敌们呆坐在那里 个个惊慌失措 威克里夫正像他的主人 拿撒勒人耶稣一样 他从他们中间走过去 第五章 智力翻译英文圣经 威克里夫强调说 地上的罗马教皇的声音 绝不是神的话语 只有圣经才是神的话语 他又加重语气 究竟教皇是否真是神所选招的 都值得人们质疑 威克里夫对圣经的重视 促使他着手翻译英文圣经 威克里夫毕生最重大的成就 最有历史价值的建树 最令历代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传颂的 就是他首先把圣经译为英文 1381年开始 威克里夫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 退回自己的教区路特茅斯 一方面 他极其细心地和满有爱心的牧养群羊 而他在教堂的讲道 更使他成为历史上文明的不道家之 另一方面 他在几位同工的帮助下 在不受到外界干预的情况下 完成了英语圣经的翻译工作 整本英语圣经在1382年告成 威克里夫是把耶柔米的拉丁文圣经 直接翻译成英文圣经 有关耶柔米生平的部分 可参阅奥古斯丁小传 罗马教一向不允许凭信徒阅读圣经 罗马教认为 唯独神职人员够资格可以阅读圣经 和具备条件解释圣经 罗马教在13世纪曾下达这样的训令 严禁任何人拥有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 对于罗马教的专制和滥权 威克里夫十分蔑视 并且从来不加理会 威克里夫知道 要战胜罗马教的迷信 并赢得信众的支持 必须将圣经译成本土方言 威克里夫认为 他有责任向英国信徒们 说出罗马教反对英国人 以母语去读神的话语的荒谬之处 威克里夫公开说道 基督和他的门徒当日是用大众所熟悉的语言教导大众 很明显的 众人越明白真道的内容 基督教的信仰的根基就越稳固 为此之故 今日我们的信仰不能局限于拉丁文 而是要以我们通用的语言表达出来 由于教会的信仰是以圣经为根据 信徒必须以他们熟悉的语文读圣经 时至今日 圣灵已经以各方各族的语言 将神的知识小于各地的信徒 假若有人责骂读圣经是异端的行为 是旁门左道 那么他应该责难的是圣灵自己 因为在五旬节时 使徒们都被圣灵充满 他们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方言来 假若基督恩待外邦人 差遣圣灵做工 好叫外邦人 可以借着自己的方言蒙福 为什么在英国的基督徒 要被剥夺这项神所赋予的福分 如果你们罗马教 把基督以方言表达他的话语 说成异端邪说 这不致是在擅放基督 是持异端者 你们罗马教只懂得盲从附和 尊重人的传统 教条和教皇的御令 多于尊重圣经的教训 神的话语 当时罗马教不允许凭信徒 阅读圣经 威克里夫做得很彻底 他竟动手要把整本圣经 译成英文 罗马教一听到这消息 大发雷霆 直至威克里夫大逆不道 并训及颁布禁令 不准许威克里夫把圣经译成英文 为此 威克里夫言辞反驳 你们说用英语读圣经 是异端行为 因着我将圣经 译成人们所熟悉的语言 你们就给我加上 持异端邪说者的罪名 你们知否 你们所亵渎的是谁 难道你们不知道 是圣灵首先将神的话语 以各国的方言表达出来吗 你们如今 为什么在亵渎圣灵 难道不是从圣经 我们才知道 如何建立教会 没有了圣经 神的儿女 从何得着正确的教导 正是你们 向信徒隐瞒了圣经的教训 让罗马教陷入 迷信的深坑 和信奉了错误的信仰 你们并任意 在教堂内 摆设了各式各样的偶像 正是你们 贬低了基督的主权和王权 不让基督在万事上居首位 正是你们 让人的妄自尊大 代替了神的权柄 威克里夫 主理整本英文圣经的翻译工作 他个人负责翻译整本新约圣经 而威克里夫在牛津大学的同事 以及前一章数集的尼古拉斯赫福特博士 和威克里夫的私人秘书 约翰伯匪则负责翻译旧约圣经 在英国语文发展的历史上 威克里夫将英文圣经译成 可说是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 宛如马丁路德 在德国语文形成的过程中 所扮演的角色 英国方言文学的作家 杰弗里乔索 被公认为英语诗坛之父 而威克里夫则被尊称为 英语散文之父 威克里夫一共著述了160本书 内中有65本是以英文写成 另95本则以拉丁文写成 在翻译圣经时 威克里夫是以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威克里夫在翻译圣经时格外小心 因他知道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 故此他在翻译英语圣经时 不时仰望神 祈求神赐他智慧的灵 能翻译的合乎神的心意 并能以最合适的语言 表达神的意念 威克里夫和同工们把圣经翻译成英文 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但是更艰巨的工作 是怎样把一好的英文圣经出版面试 让更多信徒们可以直接读到神的话语 当时印刷机还没有发明 每一本圣经都是用人手抄写的 平均一人要用九个月才抄完整本圣经 威克里夫动员了论百计的爱主信徒 他们公然违抗罗马教的禁令 亲笔抄写一好的英文圣经 经过了六百多年 直至今日 仍有一百七十本威克里夫译的英文圣经手抄本 流传下来 可见当时的弟兄姐妹们 为了让其他肢体可以分享到神的话语 曾付出了极其昂贵的心血和代价 在威克里夫的年代 一方面有数百名信徒日以继夜地抄写圣经 另一方面有更多的信徒伸长着脖子 等着购买抄写好的英文圣经 那中只有富裕的弟兄姐妹 才有能力购买一本圣经 那些农民出身的信徒 一般要花费一整车的农作物 才能换到几张的圣经 由于罗马教义搜查到 威克里夫译的英文圣经 就予以没收 就将之付诸一尽 当年究竟一共抄写了多少本圣经 实在难以精确估计 但深信为数不少 第六章 差遣门徒传扬福音 威克里夫日以继夜地操劳 加上多次的审讯 影响了他的健康 他的体型瘦小 体质虚弱 上一次一场大病后 从未完全康复过来 在心底里 威克里夫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 就忠心地 尽快地去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事工 威克里夫在翻译圣经的文字工作之外 另外一项事工 就是打发一些贫穷的传道人 到英国的村落 去传讲神的话语 当威克里夫在牛津大学担任教职的时候 他已经拆派与他观点相同的学生 以不受心的传道人身份 到各地传播福音 这些人原来都是罗马教的神职人员 或者是在牛津大学进修的神父 他们其实和威克里夫一样 具有罗马教神府的职称和身份 却因着追随圣经的教训 才不赞同罗马教一些违背圣经的做法 这些威克里夫的追随者 又被称为穷祭司 威克里夫认为 在新约 每一个人都是祭司 连凭信徒也是祭司 在侍奉神的事上 他认为不应有居间阶级存在 这些威克里夫的门徒 开始时被称为穷祭司 亦有被称为穷传道人的 其后被定名为罗拉德派 罗拉德这名字 从德国字罗伦演变出来 罗伦在德文的原意 就是低声吟唱 值得注意的是 在那个年代 这些罗拉德派已经虔诚地在歌唱赞美 他们是从内心的深处 向至高的神赞美敬拜 他们不得不采集在洞穴中和丛林里 低声吟唱诗歌 为的是不使声浪过大 以免暴露他们的刑藏 以免招来罗马教的搜索和迫害 在罗拉德派的敬拜聚会中 讲到是主要的内容 可是他们精心安排的现实方式 一直绵延至今日 在这一点上 罗拉德派确实改革了 罗马教墨守成规 臣服僵化的宗教仪式 罗拉德派在崇拜聚会上 献出了心油 罗拉德派的传道人 极易辨认出来 他们赤裸着脚 手指杖杆 身上踢着褐色的粗布长衫 山上缝着大口袋 以便随身携带 威克里夫译成的英文圣经 罗马教把罗拉德派说成是颠覆分子 他们甚至说 罗拉德派是1381年 农民革命运动的煽动者 尽管罗马教采取种种手法 抹黑罗拉德派 罗马教中比较公允的人士 也不得不赞扬罗拉德派 底下是一些评语 这些罗拉德派 正如他们的领袖威克里夫 非常有口才 他们讲道时大有能力 少有人像他们那样有说服力 一些最近追随他们 被他们说服而转变过来的人 在言行上与他们完全一致 如同出自同一模型 这些人言于律己 轻视世上的财宝 从不涉足于情侣公寓 也不吐露一句粗言晦语 他们不住地潜心祷告 以传讲福音为他们的天职 威克里夫以他的教区 路特茅斯为培训中心 把他的门徒予以严谨地训练 然后拆派他们到英国各地去 罗拉德派在任何地方都讲道 一旦教堂的门不向他们打开 他们就在空地上 或乡村的草地上 或一般人认为是肮脏的地方 放胆地传扬福音 威克里夫对此有所解释 他说 主耶稣在地上时 无论何处 只要时间允许 只要人有需要 只要方便 他就传讲神的话 托波行起的修道士 最仇视也最畏惧罗拉德派 曾有一个修道士承认说 当他在行路时 几乎每两个迎面而来的行人中 其中一人就是罗拉德派 从此可见 在罗拉德派即盛的时期 他们在英国的影响力 是何等浩大 第七章 传道人的典范 当传记作家尼古尔克利福特 列出历史上最伟大的一百名步道家时 他把威克里夫列为第三位 排名仅在奥古斯丁之后 威克里夫非但拆派许多传道人出去传福音 即是所谓的罗拉德派 威克里夫本人也是一个步道家 他被那时代的人公认为最杰出的 和最伟大的步道家 威克里夫在伦敦讲道也好 在牛津大学讲道也好 都产生了极好的效应 事实上 正是他在伦敦的讲道 牵动了罗马教的主教们的处决神经 招来了主教们开始对他进行迫害 他在牛津大学讲课 被罗马教诬陷 他在宣扬异端邪说 然而那些被他说服的学生们 就是第一批担任拆船工作的罗拉德派 威克里夫本人在君王和议员们面前慷慨陈词 那些讲章被转述到公众的耳中时 他顿时成为千万信徒所敬仰的对象 不错 威克里夫口才流利 说话充满能力 但他所传讲的 全都根据圣经 这与当年一般传道人的讲道风格迥然不同 在当年 许多传道人为了迎合听众的低级趣味 要讲一些迎合听众心里的花言巧语 那些讲道者从来不以严肃的态度 向听众讲解圣经 许多听道的人从这处流荡到那处 纯粹为了去聆听更好听的道 听众已经把听道当作一种宗教的娱乐 最可悲的是那些行起的修道士 他们更像江湖上的术士 而不像是虔诚的传道人 他们讲到的内容 大半是圣人的传奇故事 以及一些过度渲染的悲情小说 或虚构的无稽之谈 或笔俗的笑话 或蓄意威吓人的解梦等 当听众们受到他们蛊惑后 修道士就脱拨求起 并当场出卖赎罪券 这些修道士所注重的 是盆满钵满 而不是带领人的灵魂脱离地狱 威克里夫认为 罗马教堂那些五花八门 色彩缤纷的讲道方式不可效法 他认为传道人必须直截了当地 开门见山的传讲神的福音 他强调说 传道人讲道的内容必须合乎圣经 信息必须单纯 不能似是而非 威克里夫讲道的另一特色 就是带尽了诗歌的革新 他鼓励把圣经中的金句 以诗歌的体材表达出来 威克里夫认为 那些把教堂崇拜视为宗教娱乐的人 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 他认为 许多罗马教的宗教节目 极其轻浮幼稚 只鼓动人去狂欢跳舞 而不是教人为罪忧伤痛悔 威克里夫一直要求传道人 以简单的、朴素的、易明的话语 解说属天的奥秘 威克里夫还赞成 把乐器带入崇拜聚会中 不过他认为 聚会的中心内容和焦点 是信息 而不是乐器 威克里夫又指出 许多人讲道时 偏离了圣经 偏离了神的话语 他说 许多讲道者 从别处搬来的参考资料 还多过圣经的话语 这些人炫耀自己的学识 在讲道时高举自己 没有荣耀神 没有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 威克里夫认为 传道人的主要责任 是忠实地传播神的话语 好让不同阶层的人 为罪忧伤痛悔 他说 传道人不允许任何人包容罪恶 传道人亦应该把敌基督 异伙的虚伪和错误 公诸于众 威克里夫又说 当你传扬基督时 基督的生命从你身上流露出来 印证你是神的儿女 是神的子民 要知道 不是你这个人 在述说神的话语 是神的灵 在述说他的话语 而由于三位一体的神 是不可分割的 是三位一体的神 在述说和释放他的话语 威克里夫意识到 一个传道人 是何等的需要圣灵的同在 我们在此录下他的祷告 说明他在侍奉中 十分依靠圣灵的全能 全能的神啊 你极其怜悯我们 你的智慧 无人可以测透 当你极度忧伤时 你忍受过彼得和门徒们的胆怯和懦弱 他们因着贪生怕死而四处逃顿 他们甚至在使女面前 也羞于承认你 但是因着保慧师圣灵 在门徒们里面做工 他们变成另一个人 他们从软弱变为刚强 他们不再畏惧任何人 他们不再害怕苦痛牺牲 他们也视死如归 如今 神啊 帮助我 恩待我 将你的灵 充满你可怜的仆人们 我们在以往的日子 一直懦弱丧胆 神啊 扶持我们 使我们依你壮胆 在我们与敌基督和他的残暴统治的征战中 我们敢于坚持福音的真理到底 阿们 第八章 末了的日子 威克里夫在路特茅斯完成了他一生最伟大的事工 把整本圣经翻译成英文 这对罗马教来说是一项重大的挫折 是一个致命伤 罗马教于是大梦方形 发现威克里夫沉寂了一段时期 并非如他们想象的那样 受到了挫败 而是默默耕耘 将圣经 神的话语 带到所有英国信徒的面前 罗马教从此再不能按罗马教的私意解释圣经 再不能垄断信徒们对神的知情权 再不能凭教廷的意念歪曲圣经 再不能私立明目来敛财 也再不能轻易灌输凭信徒一些异教思想 在紧急中 教皇乌尔班六世传令威克里夫到罗马的教廷应讯 假若威克里夫真的前往罗马应讯的话 看来他会终身被扣押在罗马 看来这是一条不归路 看来他再也回不了英国 在这关键时刻 神兰祖这件事 神不容许他动身到罗马去 他突然中风 也就不易远行 威克里夫于是写信给教皇 说神阻止整件事 他以讽刺的辛辣的语调 于1384年底 致信罗马教宗 劝与教宗反省 自录下信件部分内容 我很高兴向任何人 特别是罗马教宗 阐述我所坚持的信仰 假若我的信仰是正确的 教宗理应忠心予以肯定 假若我的信仰是错误的 教宗势必予以纠正 我认为基督的福音 是基督自己所赐予的 罗马教宗既声称 自己是基督在地上最高的牧者 毫无疑问的 他更要恪守福音的准则 对基督徒的评价 并不是根据世俗的利路标准 而是根据他们在灵命生活上 如何效法基督 当主耶稣在地上过客旅生活时 他自甘贫穷 从不贪恋凡事的权利地位 从马太福音第八章 和哥林多后书第八章 我们可以读到这一点 从此我得出一个结论 除非教廷人士以身作则 效法基督 否则任何人都不可效法教宗 或他所册封的圣人 由于彼得 保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 雅各和约翰 一度贪图属世的体面 未能完全效法基督 我们当然不能效法他们失败的地方 为此 我建议教宗做好牧养群羊的工作 放弃卷入尘世的权利绝逐 听取主耶稣对门徒的劝诫和教导 若我上面所陈述的是错误的 我愿意虚心受教 即使我被处即行 亦在所不惜 当然 若是情况许可 我愿意谦虚地拜访教宗 向教宗虚心讨教 但是神阻止了我 以致我未能成行 而他一直教导我 在凡事上 要听从神 过于听从人 既然教宗从神那里 领受了传扬福音 和传播纯正信仰的神圣使命 我深愿教宗和大主教们 不要受到任何人的误导 干犯了基督所定下的法则 因此 让我们祈求神 万有的创造者 求他感动乌尔班六世 从他身上做起 使他和他的其他教士 都效法基督 好让他们能有效地教导 其他信徒 并在这一点上 也效法凭信徒的榜样 一致效法基督 我们更诚心地祈求 保守教宗 不听从恶读者的谗言 因为我们知道 一个人的仇敌 往往是家贼 我们特别要防范 敌基督一类的人 威克里夫在写了 这封信之后几个月 身体逐日恶化 他知道自己的日子有限 就竭尽自己的能力 干完应尽而未尽的工作 在1384年的最后一个主日 他未能派发圣餐 突然瘫痪倒地 这是他第三次中风 他被人扶到座椅上 从教堂的旁门 搬移到他的住宅 两天后 1384年12月31日 他惜了劳苦 归回天界 第九章 不可估量的影响力 威克里夫归回天界之后 他留下的属灵影响力 实在无法估量 首先说他翻译圣经的成就 他是第一个 把圣经译成英文的人 每当有人叙述英文圣经的历史时 首先要数集的就是威克里夫 由于他不安西伯来文和希腊文 他无法从原文圣经译成英文 所以他只能从耶柔米的通用 拉丁文圣经译成英文 威克里夫逝世后 他的秘书约翰伯匪 修订威克里夫版本的圣经 整个修订工作于1388年完成 视为白匪版本的圣经 1388年 约翰伯匪 已被罗马教监禁起来 1401年 英国议会在罗马教的怂恿下 通过法力要火焚所有的异教者 第一个被活活烧死的罗拉德派 是威廉苏特利 他原是诺福克教区的牧师 约翰伯匪这时候信心软弱 像彼得一样 竟向罗马教认错自信 后来他内疚 良心责备他 他再出来为主作见证 并于1421年再度被捕 其后再听不到他的消息 但在英文圣经的翻译历史上 约翰伯匪的版本 一直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 1413年 当时罗马教的坎特布雷大主教 是多玛·阿伦德 他于伦敦的圣保罗教堂 召开了一次全英国的宗教会议 会议的目的是要遏制福音的广传 并要迫害一位坚持主道的 科布汉勋爵约翰·奥特卡斯特 科布汉勋爵是罗拉德派的负责弟兄 他坚定不移地支持 威克里夫的纯正信仰 科布汉勋爵的城堡 成了罗拉德派的避难所 他们毫不畏惧 罗马教颁布的禁令 照常聚会 英王亨利武士 派兵攻破城堡 逮捕了科布汉勋爵 把他囚禁在伦敦塔 在提审科布汉勋爵时 他做见证说 谈到这位对主忠贞的 威克里夫 我所能在神和人面前见证的是 在我没有得着他话语的帮助之前 我不能脱离罪的捆绑 但自从我听了他的教导之后 我认识到要敬畏神 要尊重神的话 过于尊重人的话 从此 我因着信 却知他与我同在 并知他且有丰盛的恩典 是我从你们罗马教 所夸耀的教训里 所无法得到的 罗马教的主教们 驳不倒科布汉勋爵之后 只好暂时将他释放 事后 罗马教对科布汉静能 逃过法网 心有不甘 恼羞成怒之后 就制造莫须有的罪名 向英王亨利武士进言 说威克里夫和科布汉勋爵等 一类的叛乱分子 到处秘密集会 进行阴谋活动 危害了英国皇室的安全 亨利武士被罗马教挑拨之后 在列斯特召集议员开会 这次议会决定 任何人用英语读圣经 即接受威克里夫的教导 将没收其土地 家畜 身体 生命和财产 这项惩罚 并将永远地 获言及其后代 这些读英文圣经的人 要被定罪为悖逆神的异端者 皇室的仇敌 和国家最危险的叛徒 此外 法令又规定 英国境内所有的教堂 都不可以接纳这些叛徒 这些叛徒 若不放弃自己错误的观点 或者在被教导之后 明知故犯 他们就要按照两种方式处死 首先因为他背叛皇上 被处绞刑 然后因着他背叛神 再将他的身体用火烧毁 列斯特法令颁布之后 许多威克里夫的追随者 被抓起来 被人用人世间 最残酷的方法处死 许多人逃亡到法国 波西米亚 西班牙 葡萄牙等地 科布汉勋爵 也被重新关入伦敦塔 并被判死刑 等待行刑 在科布汉勋爵行刑之前 有一晚 他突然成功逃到威尔斯 接着在那里折居了四年 其后他被人出卖 被绑送到伦敦 足之于1417年12月被绞死 死后 其身体又被烧毁 第十章 威克里夫对波西米亚的影响 在《新生道夫小传》中 编者已经减述了 威克里夫对波西米亚的影响 这里编者又不厌其烦 再做简单的补充 在多年前 住在罗马的教皇乌尔班六世 因着获得波西米亚各地 罗马教徒的支持 就希望也争取到英国的 罗马教徒的支持 来携手对抗 坐镇于法国亚威农的 教皇格力免七世 乌尔班六世 为此就促成了年仅十六岁的波西米亚的安妮公主 和英王李查二世于1382年结婚 安妮皇后是一位敬虔爱主的姐妹 她特别喜欢阅读 威克里夫英一本圣经中的四福音 安妮皇后的父亲 即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查理十四世 而她的哥哥 则是当时波西米亚的皇帝 安妮皇后下嫁英王李查二世时 李查二世才十五岁 比她小一岁 在安妮的影响下 在他们结婚后的十二年间 许多波西米亚的学生 到牛津大学留学 有的也就成为威克里夫的学生 这些学生学成后 把威克里夫的著作 讲稿和英译本圣经 带回波西米亚 在牛津大学的学生中 最忠心信服威克里夫的 是一个来自布拉格的耶柔米 这个学生耶柔米 回到波西米亚的布拉格后 就火热地传讲 他在牛津大学 从威克里夫所领受的真理 他在布拉格指责 罗马教已经堕落 已经背离基督的教训 耶柔米并指出 任何人只能从神那里 得着救恩 许多人听了深受感动 那中有布拉格的神学博士 约翰·胡斯 约翰·胡斯 很快地将威克里夫的著作 翻译成波西米亚文 1415年7月6日 罗马教在巴伐利亚 举行的康士坦斯会议上 把约翰·胡斯判处火刑 判决书中所罗列的 约翰·胡斯的罪名如下 约翰·胡斯是威克里夫的门徒 他曾经传讲、教导 并确认威克里夫的文章 约翰·胡斯确实是一个议论者 在约翰·胡斯被当众粉死时 罗马教对世事多年的 威克里夫于恨未消 下令用火烧毁 威克里夫所有的书籍 除此之外 又下令要从威克里夫的墓穴 掘出他的遗骸 在验明威克里夫的骸骨之后 绝不容许遗骸安葬于 信奉罗马教之国土 再过了十二年 1427年12月9日 在罗马教皇的御令下 威克里夫的遗骸被掘出来 用火烧成灰 撒到史威福特河里 那时威克里夫已经被安葬了43年 对此 历史学家多马富勒这样叙述 那些人把威克里夫的骨灰 抛进史威福特河 这条小河把他的骨灰带进阿邦河 接着他的骨灰从阿邦河注入色文河 再由色文河流到近海 然后汇入各大洋 威克里夫的骨灰 不至是他的事工和信息的象征 也正如他的圣经的普及工作 和他的纯正信仰一样 从此辗转扩散到世界各地 约翰·胡斯逝世之后 追随他的人 包括了波西米亚的弟兄们 和摩拉维亚的合一弟兄会 摩拉维亚弟兄们 多年后又在灵性上帮助了新生道夫 和约翰·魏斯里等属灵伟人 可参阅新生道夫小传和约翰·魏斯里小传 追溯根源 可以看出威克里夫在历史上的影响力 剩下来仍忠贞于威克里夫纯正信仰的人 大多出自草根阶层 他们秘密聚会 手持威克里夫版本的圣经 热心地传播神的福音 这些罗拉德派遵循圣经的教训 在言行上以神的话语为根据 他们一年一年地坚持下去 两百年后 直至十六世纪初夜 在英国仍能找到罗拉德派的踪迹 在许多方面 他们的表现和品德 类似后来兴起的清教徒 大卫·方顿与一般的传记作家看法不同 他认为罗拉德派的运动 绝不似一般人所评述的 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相反的 罗拉德派在淘汰了无杂分子 和贪生怕死之徒之后 从始至终 人数都逐步上升 当德国的改革派 把马丁·路德的革新思想 介绍到英国时 也正是罗拉德派 在加快速度成长的时期 自从约翰·福克斯 于1563年出版了《殉道者》血迹史之后 这本世界文明的属灵经典著作 把威克里夫和罗拉德派的血迹史 公诸于世 让其辉煌世纪 辗转相传 历代不衰 长达440年 约翰·福克斯的挚友德拉克爵士 在横渡大西洋 前往美洲新大陆时 手持殉道者血迹史 在船上当众高声朗诵 威克里夫和罗拉德派的感人事迹 从此 威克里夫的现身精神 和舍己为人的高贵品格 鼓励了大西洋彼岸 成千上万的基督徒 1518年 一位罗拉德派的宣教士曼恩 在火刑之前 亲口向审判官做见证说 在他一生之中 他一共带领了700人归向基督 1521年 伦敦的主教 逮捕了500个罗拉德派 而林肯的主教 又逮捕了200个罗拉德派 直至16世纪初叶 罗拉德派并未因受逮捕而减少 实际上已经蔓延到整个英国 1523年 当马丁路德的追随者 把改革运动介绍到英国时 罗马教的伦敦主教说 这些来自德国的反对 罗马教的改革论调 在英国并不新鲜 他们不过时已经猖獗的罗拉德派 变本加厉而已 当约翰伯匪修订 威克里夫的圣经译本之后 一位苏格兰弟兄 莫赌尼斯伯 随着把白匪的版本 译为苏格兰的方言 莫赌尼斯伯 于1513年逃亡海外 1539年 他的两位同工 都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 受到火刑 最近在英国丢克斯伯里 近信会教堂 所发掘出的珍贵史料显示 该近信会教堂 追溯其源头 直达罗拉德派时期 在该近信会教堂 镌刻着下列的文字 在这一地区 威克里夫具有 不可估量的影响力 许多罗拉德派的信徒 居住在这一带 他们效法 使徒时代信徒的榜样 实行禁礼 丢克斯伯里 近信会教堂 继承了罗拉德派的聚会 至于1540年 出生于本地的 多玛兰士福特 则是此地 第一位近信会信徒 1623年 教堂的地契 仍然完好的保存着 1655年之后的会议记录 以及当初120位信徒的名册 仍然所存在 本教堂的保险箱里 根据深入英国各地 考察的最新成果 证实罗拉德派当年活跃的地区 近信会教堂随后如雨后春笋般浮现出来 在19世纪 越来越多的信徒 对威克里夫在历史上的贡献 做出了崇高的评价 许多威克里夫 从未被翻译过的拉丁文原著 纷纷被翻译出来 他的一些书籍 在尘封了六百多年之后 吐射了新的亮光 更新和苏醒了世界各地的信徒